咖啡机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咖啡机内会产生水垢 如果不及时清除 会影响咖啡口感 以及咖啡机的使用寿命 这个时候需要使用 德龙咖啡机除垢剂 EcoDecoc进行除垢 需要提前准备好 一次用量的除垢剂 一个足够大的盆 一只水杯 一条毛巾 把咖啡把手取下来 放置到一边 除垢过程中不需要 卡布奇诺出口嘴 需要保持在安装状态 提前把盆放在 卡布奇诺喷嘴下面 准备好毛巾作为防护 喷嘴喷出来的水会很烫 并且可能产生喷溅 在水槽里倒入一次量的除垢剂 兑满纯净水 开机 长按十秒钟蒸汽按钮 直到两个制作咖啡按钮灯 交替闪烁 说明可以开始除垢 转动旋钮 按下蒸汽按钮开始排水 咖啡机会自动开始除垢 不需要人为干预 在水槽内水量还剩五分之一的时候 将水杯放置在咖啡出口处 将旋钮向反方向旋转 开始对咖啡出口进行除垢 直到水槽里的水全部用尽 现在需要清理水槽 把水槽剩余水倒出 加入纯净水 晃动 将残留的除垢剂一起倒出 再次将水槽加满纯净水 放回咖啡机 现在准备去除咖啡机内残留的水垢 将盆再次放置到卡布奇诺出口下 安装好水槽 按下蒸汽按钮开始排水 直到水槽里的水全部排出 这样除垢就完成了 你又可以制作美味的Espresso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